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老红二代们的无奈吐槽说 习近平十分焦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 一群垂垂老矣的红二代们又聚会了 他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两个30年互不否定 教育部编写的八年级历史教科书删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 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合并 统称为艰苦探索与十年成就都十分不满 中国资深传媒人吕跃在习近平十分焦虑一文中说 这群老红二代无论老子 在文革中是野心家走资派还是台上派 都对习近平改变十一届六中全会 对文革的定性决然不能苟同 对习近平修宪搞终身制 与美国交恶打贸易战 治国内经济下滑危机重重 他们也与普通国人一样怨气满腹 在习近平选择性反腐中 家族利益受到冲击的更是骂不绝口 文章提到一个小插曲 十年前胡耀邦执子全国政协常委 胡德平以胡耀邦史料资讯网的名义 在中国大饭店举行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学术研讨会 除了邓小平子女 顶层的红二代太子党几乎悉数到场 该会耗资30万 订了四桌酒席 要了四瓶茅台 结果与会的香港丁玄良教授 品了四瓶全是假酒 中国大饭店碍于就餐者身份 当即认错 赔偿两瓶2000多元一瓶的真茅台 四瓶赔不起 如此丑闻一时传遍帝都 这群红二代在2012年 起因习近平上台时 把胡锦涛的十年总结为 耽误的十年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不过六年对习的评价 已经低于胡锦涛 习的六年明显是倒退的六年 文章说 如今与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无争的红二代 讲出一句十分中肯客观的评价 习近平十分焦虑 这是他们对这位高高在上 内外交困进退失据的人民领袖 治国理政能力的评价 文章还提到 今年到北戴河休假的红二代 还透露高层无人愿为习近平担责 据悉三朝元老王沪宁隐身一个月 真实原因是习近平想让他为贸易战 开局失利承担责任 但是王沪宁坚决不做检讨 也就是坚决不承担责任 2014年2月 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 习是组长 王是成员 今年3月包括该领导小组在内的四个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 习全部担任主任 是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最高主管 在网信委 网址是李克强之下的第二副主任 下面没有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是习近平福建亲信 装容文负责具体工作 8月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来中国退货 在新闻发布会上讲出 马来西亚需要的是公平贸易 并不希望出现新殖民主义 贫穷国家无法与富国竞争 这算是习一带一路的滑铁路 但是习近平一意孤行 又向非洲援助600亿美金 向俄罗斯援助1000亿美金 这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吗 9月16日下午 钓鱼台国民馆五号楼召开了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及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 刘鹤是该论坛的发起者和名誉负责人 会议十分隆重 为每个成员做了一个刻着名字的雕像 刘鹤央行行长义刚 经济学家吴敬连林毅夫 退居二线的中共高官楼纪委 杨伟民等人均出席论坛 与会人士大谈当前经济 私有志存亡等热门议题 刘鹤在出席了一会儿之后 悄悄离场 之后与会者针对当前热议的 国际民退等问题火力全开 发言尺度简直让人怀疑 这个会是不是在北京开的 经济学家张曙光 用孟母三千的历史故事 影射一带一路 他说事实上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那就要看与谁皆有 与谁为伍 与谁同行 这是历史的大道理 而不是小儿的国家家 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有基 批评当局 老板民营企业当中意救国军 就给番号 既不给粮草 也不给弹药 从他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 目前的感觉是 形势日趋严重 信心大减 文章说 与会的几十名官学两届头面人物 除了林毅夫和胡安刚 立挺习近平当前的经济政策 从吴敬连到楼纪委都从不同角度 严厉批评中国经济政策背离市场化 法治化 劳动力 资本 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 机制扭曲和不公正 造成国进民退 都应靠结构性改革来改变 但从林毅夫和胡安刚的发言 可以看到大国战略 强国梦 以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依据 也可以看到吴小平 让私营经济离场之说绝不是空穴来风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